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各个红毯上面的表现更是十分的惊艳 本身非常有气质再加上十分有攻击性的长相 就为他加持了不少 他个人的身材也是相当的优秀 这两年也经常在各个社交网站上 向粉丝们分享他平时私下里的一些生活小技巧 以及好物分享 通过这一系列短视频也获得了非常多的粉丝 这一段时间 他和娱乐圈里面流量非常大的网红深夜 徐老师也拍摄了一系列十分优秀的短视频 在这一则短视频里面 展现了他非常强大的化妆功底 并且透露他到现在为止 几乎每一场红毯走秀 都是自己为自己化妆的 而钟楚希在爆火之后 很多网友也提出了 他在之前和李仙的恋爱 钟楚希似乎也并不是特别的避讳 他和李仙的恋情 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在娱乐圈里面都是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这一段时间 李仙通过和杨子一起合作电视剧 亲爱的热爱的在娱乐圈里面爆火 成为了顶流男明星 而钟楚希这一段时间的作品 也是相当的多 《八月未央》以及《乔麦疯》在上线之后 虽然评价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对于钟楚希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表现 还是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能在娱乐圈里面立足这么久 当然少不了好的作品对于他的加持 而大家提到钟楚希 经常把他和野心联想在一起 每一次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强的好胜心 很多的网友甚至表示 他真的是一点综艺感都没有 但是也有很多的网友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 不就应该有非常强的好胜心吗 这样才可以成功的呀 钟楚希这两年 在娱乐圈里面立下的人设 也是比较偏向于气质美女这一方面的 每一次在红毯上面给我们留下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惊艳 再看一看钟楚希过往的前男友们 果然是和他一样优秀呀 你觉得呢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